108年度起 备用容量力可以维持在15% 备转容量力10% 稳定供应台湾的电力 韩出供电目标 行政院长赖清德 为了解决产业五缺问题 连日召开记者会 第三场解决缺电问题 我们15%的备用容量力 或10%的备转容量力 都是靠维护平时的机组的供电 还有新建机组如起如止完工 来达到这个目标 确保电力能持续供应 行政院针对缺电 将以非核家园稳定供电 以及空污改善 作为政策主轴方向 提出多元创能增加供给 这也包括稳定机组 且扩大再生能源 并积极节能全民参与 像是大户需装设一定比例再生能源 第三策略则强调 要灵活调度智慧除能 含出持续扩大再生能源 但在不起用核能下 外界担忧届时供不应求 是否又反映在电价调涨上 因为再生能源的比例 顶多占比只有20% 而且它技术进步关系 价格越来越降低 所以这个部分影响到电价的比例相当小 我们再生能源 在整个工程执行进度的管控上 我们会好好来努力 来达到这个目标 不会因为说再生能源的进度不够 然后便去启用核能发电 承诺电费未来十年 每度电的涨幅不会多于一块钱 行政院寄出三策略 要展现执行力 还要投入9000亿实现 2025年非核家园目标 就看能不能真有成效 一举解决电力供应吃景问题 欢迎新闻 江浅东旅家恒台北报导